万物皆有灵 动物的报恩行为时有所闻 澳洲摩尔本一只虎斑猫 一天深夜房子起火了 幸好它及时叫醒主人 一起逃离火场 救了主人一命 而这只叫沙利的猫咪 正是几年前被领养回家的气猫 49岁的克雷格·杰弗斯 刚从火场中逃出来 余悸犹存 它的猫沙利 把它从睡梦中叫醒 让它顺利逃出着火的房子 当地媒体报道 杰弗斯几年前从猫咪之家 将沙利领养回家 现在换沙利回报主人 消防人员表示杰弗斯很幸运 能活着走出火场 杰弗斯说很高兴自己仍然活着 虽然很多照片都复之一具 但珍贵的记忆不会消失 杰弗斯因吸入浓烟 被送往医院治疗 出院后将住在邻居家 直到房子重建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